好 今天很高興請到現在多倫多 整個多倫多都在說的 就是Bob Father Bob 林勝斌 Hello Bob 你好 Hello Hanson 你好 多倫多很多人在說的嗎? 真的那麼好嗎? 真的呀 真的很多人在說的 這件是盛事來的 多謝你 多謝你這樣說 還有多謝真的有多倫多的朋友會有留意 其實這段時間也有很多多倫多的朋友 我自己認識的多倫多的朋友 說什麼時候會到 中間有沒有時間 可能又一起喝茶 吃個飯 喝杯飲料 我也很多謝他們 這麼想去見一下我 所以都很多謝這麼多朋友的支持 香港數以百計歌手 但是真的做到叫做talk show 動篤笑的 其實兩隻手都數得了 尤其是指華神那些都金盆朗口 當初為什麼Bob會想搞一個 棟篤笑的一個mono show 真是一個人的 獨腳戲 其實我想一下Anson 我想我和你的出生可能都差不多 大家都可能年紀都差不多 大家做過的事情都差不多 你是一個電台主持人 或者可能在很多媒體裡面 都會做很多私儀的工作 其實有沒有想過 什麼時候才有機會 自己去做一個主角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做主持人 或者做一些活動的私儀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是做主持人 主持人 主持人可能是嘉賓 可能是客戶 可能是記者會 出席主持人的嘉賓 就是那個大明星 而你某程度上 都是一個陪伴 輔助 這個由我在電台開始做事 做了十幾年左右 然後在七八年前 我就覺得 其實是不是應該都可以 自己有一個自己的show 所以當初在七八年前的時候 就做了一個第一次人生的talk show 都在香港 在幾個海外的地方 做過小小的巡迴 那到隔了一段時間 都差不多應該要第二次了 那時候就是2021年的12月 其實那時候 仍然是疫情 都是很肆虐的時候 很多人都很不開心 不單止只是香港 我想世界各地很多的朋友 都面對了很多困境困難 是不是可以用回我自己 小小的tallenge 可以出來想到別人會開心笑 除了哄別人開心笑 之外 會不會有些motivational的東西 例如激勵少少的東西 鼓勵少少的東西 正面積極樂觀那些 想法和力量 那些小小的energy 可以flow給一些 來到的觀眾 或者看我show的所有的朋友 所以就有 第二次的talk show 剛才你覺得很對的 是啊 歌手有很多 表演 樂隊也有很多 演藝人也有無數 那麼多 但是你說如果真的 要自己一個人兩個小時 在個舞台上面一支咪 去講的 其實真的不算是很多 我都很慶幸 我都能夠叫做慢車邊 可以成為其中一位 剛才你說指華神的當然是經典 那麼除了他之外 還有譬如林海峰 譬如許冠文先生 詹Sir 詹瑞文等等 他們都會有做一些 類似talk show的演繹 即是一些one man band的演繹 那麼今次我這個talk show 其實都是的 都是講我的成長 講我的工作 講我對一些生活 還有某些人生哲理的一些看法 會用一個動篤笑的形式 去分享這些歡樂 和所謂的正能量 那我知道 恭喜你 美國加多兩場 那之後會來美國 其實這個show 我也都聽過 有些朋友說 其實都很著重 跟觀眾互動 都是有些所謂 我們做這行的即時執政 剛才你說得很對 我還記得人生第一次 做一個和自己有關的show 到臨出場前那兩三分鐘 才突然醒來 原來觀眾是來看你的 不是來看那件事 或者看其他事情 其實這件事會上癮的 那Bob Father 又是一個老公 又是一個爸爸 亦都是你自己的團隊 亦都是你自己的 其實 想問一下你在做這些事的時候 你怎麼處理壓力的呢 即是你說會不會很擔心 多不多 One go 海的票又怎樣 美國加那兩場又怎樣 即會不會 有些second gas 會不會怎麼控制這件事呢 剛才你說這個 怎麼控制壓力呢 挺有趣的是 我想我是挺著重什麼呢 我挺著重的是 我很想主辦單位 即是今次可能加拿大 有加拿大主辦單位 之前我在內地 或者去英國、河南 去馬來西亞、澳門 找到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 都會有不同的主辦單位 都會有不同的主辦單位 我經常跟我主辦單位說 其實呢 我做了這次的show 即是 我又賺少少錢 我亦都希望 最希望的就是 你們作為主辦單位的 又可以賺到少少 錢賺一些 面子又賺一些 你們的名字又可以賺一些 我不希望大家輸錢 即是反而我這個是 可能我作為一個 都不要說什麼老闆老闆 都作為一個團隊的領導的時候 我都明白到 如果有一個主辦單位 想認識你 Anson 我叫你過來香港 做個show 那不知道怎樣 贏定輸的 那可能有一些artist 或者一些演出者 performer 我說知你 我收了你的錢 我就來做 我不會理你贏定輸 而我是挺站在主辦單位的角度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令到宣傳更加好 還可以有些什麼 我再做多些 我不怕做得 也都完全不會怕吃虧 你去 有沒有一些老闆 你想我直接跟他說 我買多幾張票 我沒有所謂 因為我很希望 但我就過來演出 做完那個show 全演滿座 坐滿的八成九成都很感恩 是吧 好了 接著主辦單位又賺到少少錢 賺到少少命 賺到少少面 賺到少少面 非常好 他們那些客人又開心 過來看那些觀眾 兩小時很放鬆 很舒服 看完之後很有正名量 很歡樂 很開心 他們贏 主辦單位又贏 我又贏 這樣三贏才有意思 我這次跟加拿大這個主辦單位都說 他都跟我說 我都合作了 有不少的合作單位 無論是藝術 或者是歌手 大明星也有 大歌星也有 我都真的從來沒有遇過一個人 好像你這麼主動地去問主辦單位 What else can I do 我還可以做些什麼 去令到那個show更加好 你的票房更加好 聲勢更加好 我也都不介意 例如可能那幾天來到的時候 會跟很多的slons 或者有些很支持的單位 去做一些meet and greet的事情 因為 一個這樣的光頭肥仔 過來加拿大 你這個公司 或者你的單位 都肯可以贊助一個可觀的數字 給我一個show 其實我的所謂的meet and greet 對我來說 又有些什麼 這麼需要抗退的地方 是不需要的 所以 我是挺著重這方面的 所以我說的那個壓力 我反而不是太過擔心 到底 我這次來加拿大 到底我做完之後 笑不笑呢 口碑好不好呢 因為我都經過了 之前 前年後 都超過十場了 那這十場的show 其實我都知道 有哪些應該 我會掌握到 那裡會有笑的了 雖然可能大家 少少文化背景 有些少少差異 或者笑點有些不同 但是 都是差不多 那我會知道 這個位置 我會加強一點 所以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互動 我想對我最大的壓力就是什麼呢 就是每一部分的互動 因為我每一場 都會有一些的互動環節 是和觀眾去做的 他給些什麼反應 他好不好笑 好不好看 或者有沒有效果 真是不知道 因為我不會找個妹妹的 我不會到時說 Anson 到時我預約你出來 到時幫忙配合一下 搞爛鏡 不會的 沒有了那個效果 沒有了那個意義 所以我最希望的是 反而不應該說最希望 反而令到我最大的壓力的是 到底我抓這個人出來 可以不可以的呢 一場的就是溫哥華 如果溫哥華那場 或者多倫多那場 隨便吧 那我可能一場 都會有 不單止一個活動 可能有兩至三個活動的環節位 那如果兩三個 都是衰了的 或者不是預期的效果的 是的 對我也是有壓力的 或者會令到 那個表演本身可以有機會是90元 這樣 那一部分差一點的話 只剩下150元 但是 例如做表演就是這樣的 就是 在台上 有些事情你控制不了 就是控制不了 不要說別人 我都可能有機會發台灣 突然之間 black out了 突然間空白了 都有這個機會 但是這個就是 整件事好玩的地方 對 對